沒有他,很想去捕捉他 摘了他,那管他還在誰的家 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我是肥太郎 超人Dekker第16集 我們立即看看今集是甚麼了 有一個物體,在街上浮空地移動 整個流星錘似的樣子 TPU的兵仔想捕捉他 肥斯拉想捕捉他 阿婆就節省點力量 最後輪到專業的Gutslake三人小隊出動 他們越追,流星錘就越走 但隔了底之後也做了大雷友 少少都幫不了手 因為他的內心記掛著一個很高的男人 最後流星錘走進一個礦石坑 極速吸收了礦石的能量 巨大化之後 其實他就是雙頭怪獸龐盾 也就是我們叫開的火焰雙頭雞 火焰雙頭雞玩丟石仔 迫到格仔要變身 變成超人Dekker 再變成強徑型 右手拿劍,左手拿盾 玩麻以刀流 片死了他 最後三個笑笑口 回到基地之後 眼鏡佬隊長心事重重 即將要面對調查的他 眉頭一皺 今集的故事 就是這麼簡單 今集的劇本 都是Satsuki Aya 今集的監督是中村和博 因為只有36歲 所以相對上是比較年輕的監督 以往曾經執導過超人Dekker 第9集和第10集 至於怪獸方面 今集出現的怪獸 是雙頭怪獸龐盾 是1967年 超人7號這套作品裡 最後一隻出現的怪獸 初登場在超人7號第48集和第49集 史上最大的侵略上下篇 最初是一隻 由幽靈怪人 歌詩星人操控的怪獸 基於在第一次 迎戰的時候 被Seven用Ice Lugger 切了左手和右腳 所以之後也加裝了機械臂 就好像愛德華一樣 不過他就是左手和右腳 SHF的模型也有呈現這一點 以前那隻除了噴火之外 也有丟過石仔 今集這隻也有丟過石仔 雙頭怪獸龐盾 之後也登場在不同的正傳裡面 例如有平成超人7號 劇場版超人8兄弟 超人銀河 超人Opu 超人Tiger等等 都有出現過 特別一提的是 在超人Opu出現的龐盾 就會被稱為火之魔王獸 關於他的更多資訊 我們未來會在怪獸系列和大家談及更多 而今集的龐盾 是有逗留於抗石區的雜星 並且是第一次出現右連奇 名叫斯皮尼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套路好像似曾相識 是沒多久之前都曾經看過的 又是Seven的怪獸重現 又是有右連奇 所以這一集是很有第五集的記事感 至於好還是壞呢 我們現在就講講了 今集表面上是致敬超人7號 我們另外也可以見到他 是有氣氛轉換的處理方法 頭幾分鐘見到斯拉這個穀嘴樣 士兵滑梯又造作的動作 加上三位隊員互粒大家頭的派交行為 一開始的感覺都比較像是一集輕鬆的單元劇 不過之後再看下去呢 氣氛就變得更加嚴肅了 原來今集不是單元劇來的 是變成了否釋架底心理的主線劇 主要是因為男主角 格勒底又再一次陷入精神分裂 上一集在仁叔的鼓勵之下 他就已經下定決心要保衛地球永不言敗 今集突然之間又抑鬱症發作 又想起一些往事 又想起高魯博士說地球人邁向宇宙 導致他們的巴之特星被消滅的事 上集仁叔就說了 巴之特星是還未被消滅的 大家在未來都依然戰鬥著 為甚麼你只記得高魯博士的片面之詞 又不記得了仁叔的說話呢 而且他這一段的挫折 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的事 龍門哥說得很對的 這些大事大非 又怎麽輪到你一個人去想呢 明明這麼多位隊員 都是有份一同去承受高魯博士的變節 但偏偏就只剩下一個自己轉牛角尖 轉牛角尖轉到影響自己的工作 好像是劇組很明顯想塑造 他真的好像一個小朋友一樣 但明明劇情已經是去到中後段 已經不再適合再塑造他一個小朋友了 那最後是怎樣解決的呢 就是龍門哥 隨便開解他兩句 他又笑回了 這麼簡單他又笑回了 真是好像一個小孩子那麼容易哄 作為一個大人來說 你說他是不是有少少精神分裂了 可能他們是想塑造年輕人 面對困惑的時候的心態 但真的玩得太多次了 格拉底是由第一集到現在都還是不安緊 再者明明已經得到了新型態了 但完全是不覺得格拉底是有成長過的 得到新力量好像真的是人縮的功勞 我覺得整個劇組塑造這位男主角真的好差好差 我頂你的肺我不是要看這些啊 我不是要看格拉底痴媽根啊 我是想看Dekker的特色啊 受困的宇宙人或者怪獸被困的單元故事啊 好像第五集第九集那樣啊 我想看這些啊 唯一最後都要讚一讚他 就是今集三位的互動是足夠的 但這些應該都是基本的 所以今集我只會給5.5分 希望下集有梅特龍星人 劇情會改善一下 不過根據雜誌情報 之後的第十九集是怕過再回歸 編劇又是狗離直樹 這套劇呢看來都注定要再走一走下坡的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喜歡喜歡 視聴趣 請訂閱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